昨天我們看了一部電影叫《Tenet》 這個導演很出名的 之前拍過《Dark Knight》和《Inception》 《Inception》很好看,Leonardo DiCaprio做的一部 我也特別有印象 因為我們拍攝之前的鬼妹仔 他最喜歡看《Inception》 是說你發夢,夢中有夢,夢中有夢 然後最後轉到陀螺 這個導演,大家都對他的期待很高 這次《天能》更加是他 用了很多年時間 成十年去醞釀這個想法 這是他自己寫的,自己導演 劇本也是他寫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是很期待 但我錯過了這部電影 當我上畫的時候,我是不知道 後來,大家的網友再說 我又去看了 一看之下 我當晚想了一會 這部電影是非常複雜的 非常複雜 首先,你說一下《Tenet》這個詞 是怎麼來的呢? 是來自一個很出名的拉丁文寫的 Satan Square 即是你自己看到了 Tenet 中間 即是它全部是對稱的 Tenet 反過來又是Tenet 接著是Sator 但你看到它 四方八面都有很多對稱的圖案 另外,就解釋是一個Believe System 一個系統當中的 一個信條 或者是宗旨 最後我會再說一下 那你就一看到它的Concept 一開始就玩這件事 就是前後 Forward Backward 接著大家匯聚一點 Ridges 他整套電影就說這些 這件事 首先要說什麼 時空穿梭的事情 我個人就一早說這件事 其實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它基於科學的科學 也不要去認真 你當作是科幻片 它那些科學是很劇情 根本就不是認真的科學 都是一些理論 再理論加理論 不要當真實看 而他的電影也早就告訴你 頭十分鐘 他的女科學家已經這樣說 簡直告訴你 他在試鏈槍的時候 就跟男主角說 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用你的左腦去想 你感覺就好了 跟這部電影一樣 你感覺就好了 你如果嘗試當他認真地看 你這個人合不合理 你射槍為什麼他又可以 如果你是認真地用左腦去想 他這部電影 我會說你經不起你的考驗 始終有很多事情 你是解釋不到 他也懶得解釋給你聽 他不想解釋給你 他不是想你解釋 他只是想你Enjoy the right 對他的science 你就當作魔術好了 那你就 用Feel 這件事我經常都說 大家其實更少用左腦去想 如果對你本身 你本身只有左腦去想 盡量開發你右腦去想 其實都是說同一件事 就是要Feel 如果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扔開 你純粹是Enjoy the show Enjoy它 先說一下 其實他的故事到最後 是合理的 但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看的時候 都是亂得一批 因為更加我們這邊 是沒有字幕的 而他這套東西 連那些鬼佬 因為他的音效 音樂是大聲於一切 他主要是銷售的音效 和音樂 那個配樂是一流的 我要說 那個配樂絕對是獲獎的 應該是 也都是之前 拍那套 什麼 黑行合 還是不知道 總之拍一套 黑人做Superheroes的電影 那個配樂師 是獲獎的 這個音樂就是一流 很精彩 所以他的對白 連很多Lative Speaker 都聽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即是 他是 即是 太乱快了 尤其是 有幾段是 即是你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一堆人在亂說話 而這個肯定是Artistic Choice 即是他認為導演就是想這樣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 是解釋不到的 要解釋的話 你可能要幾個小時 從頭到尾解釋 是沒有可能會明白的 所以他索性就是 不如一味銷售的緊湊 是不是 銷售的那種 嘩 你老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亂 就是銷售的那種東西 變成了 我絕對認為 他不是想你明白 他想你Feel 他也說開口 就是要你Feel Feel是否緊湊 成不成功呢 我一會兒再說 但是 這個是他的用意 你也看到有時候 亂到那些人 如何時空進去 他又出來 又出來 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其實是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但是 如果你看回 他的官方解釋 事後看他解釋 他的劇情 是解一通的 如果你真的 要很細緻 我也是後來聽 那些解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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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信 他既然把自己的大名 放進去 我寫的劇本 我撿到劇 你一定是 很有confidence 你才肯 用自己的名字 不是一堆屎 我相信他的劇本 用了幾年時間 去修改 所以我想他的劇本 基本上都是 如果按他裏面的 魔法來說 都算說得通 但是有一個有趣的 就是 逢親講 親年時空交錯 基本上都不會 make sense 就是有一個叫做 grandfather paradox 他在片中 多次提到 grandfather paradox 就是 如果你時空倒流 你去殺了你爺爺 你爺爺不存在 你不存在 你不存在 你就不可以回頭去殺他 所以這件事就是 一個 惡性循環 那怎麼辦呢 你根本就 變成不可能 你不可能 殺到你爺爺 如果殺到你爺爺 你就不存在 除非 就是 之後的小說 就開始說 有multi universe parallel universe 你每改變了過去 就出現一個新的空間 新的平衡宇宙 這個宇宙和這兩個宇宙 是獨立存在的 兩個未來就不同了 但是這些全部是夠說的 你們不要認真 全部都是theory 大家是 好像作小說一樣 那 那 這套戲當然也解釋不了 他當然也沒有辦法解釋到這件事 他說未來的那些人 未來的那些人 就是因為 他們搞壞了地球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就是吃著這件事 說未來就很可憐 所以他就決意想辦法消滅了你過去的人類 但是 他們認為 總之就是 他們覺得 你們死了 他們不會消失的 而這套戲又不斷跟他說 過去是改變不到的 已發生的事就發生 那 所以他們是怎樣 想著這個plan 可以活動呢 就是解釋不了 或者純粹是報仇也不頂 純粹是 我得不到 就是他有個概念 當中有些人們也是 我得不到的東西 大家就得不到 純粹是一個報復的 你們這一代 累死了我們 我們就累死了 累死了 報復這樣的行為 這些是比較合理的解釋 但是說到尾也是不重要的 因為我不相信有任何人 加上他故意把那些對白 說得不清楚 他故意的 就是要你不知道 那變成了 純粹是 你不可能在短短時間 第一時間就明白了 前一後的故事 他也沒有做足 鋪漸解釋的過程 因為如果你有那麼多新的 同事 同事 他不是這麼複雜的 你是要很長時間鋪戰的 如果他想你明白 他想觀眾明白 他就是不想觀眾明白 他有沒有一些政治 political message 譬如他藍紅 藍紅 那個團隊用藍紅 這個大家都知道 藍色紅色就是 現在到現在 左派右派 右派就是紅色 傳統 conservative 我之前也解釋過 為什麼是紅色 自古以來 這個紅色 藍色的 反而是新一代 新一代的精英 所以這個 他也有 你看到他 那些細節 也有用心 把那些 message 放進去 也是因為 他最後的十分鐘高潮 就是 紅色就是 正常地去 藍色就是 逆流 時光倒流 這樣去 兩邊一格 同時攻擊 那個大基地 這樣 但是你問我 究竟這個導演 是偏 liberal 那邊 偏左還是偏右呢 看來他好像 你看到他很多 liberal message 特意用黑人 做主角 即是用一個 我想不是很出名 跟 Leonardo 沒有得比 所以其實 感覺又很像 liberal 但你看真點 又不是那麼 liberal 很多conservative 的概念在裡面 加上他說 是 sell climate change 是說你的 climate change 搞到未來 但是他這一套戲 本身是要你 root for 現代人 即是覺得 要阻止未來人 這個黑暗計劃 消滅過去的計劃 你的 hero 是為了阻止這件事發生 而這套戲 再帶出一個 比較重心的思想 就是 Faith 廣東美就是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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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某程度上 又覺得他們開始 又要轉右 即是左翼是不說這些 千萬不要跟你說 有天的事情 只是跟你說 女權主義 女人就要 一個打二十個 就是Runderwoman 女人就要比男人強 或者是sell 同性 或者是黑人 這套戲 所以他就是 那個表面好像liberal 但實際上 他銷售的內容 他銷售的內容 原來是挺conservative的 又說回Faith 即是有天這件事 到最後他就是 差不多叫你 要有這個信念 因為有些人 你是解釋不夠的 你的智慧是不足以 你的腦左腦 知識加上 都不足以完全解釋 那那小小的gap 你有一個合理性在 但是還有一個gap 但是這個時候 就靠所謂的信仰信念 which is 也是你的tenant 本身就是 解principle 信條 這個字 本身也是一種 宗教belief system 不是宗教 是一個belief system 你需要 所以我又覺得 他背後的思想 是有這些 就是跟我們都挺接近的 一來多些用你的feel 二來就是 有個faith 是很久 其實呢 以前那些鬼佬電影 一定有的 下下就說 最後就是有信神 有 有神明 是吧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不管你當作是甚麼都好 總之 天有天意的 你不能太過分 人在做天在看 這個概念 以前那些舊荷里活片 不斷推動 近年沒有了 這一套又開始 又翻這些 我想看到他們的 那些微妙的變化 在哪裏 而你看這部影片 就正正如我所說 左右歸一 紅藍合作 是合作的關係 由大家對敵 到大家找到一個共同點 甚至他不停強調 pincer movement 即是說 左右兩邊夾攻 左右精英同時夾攻 亦都是我現實中 告訴大家 的事情 在這些公開片 當中 我不想再深入說 深入就留在會員片裡說 但問題 純粹問 好了 你不想我明白 你想我感覺 那我自己本人感覺 我就不喜歡看 我一看的時候覺得很悶 因為實際太混亂了 你完全不想我明白 你想我感覺 OK 那感覺的時候 那些動作 緊張 都緊張的 所以這個我又給他一些分數 我又給他一些分數 即是他動作 精彩的部分 我也覺得 都合格的 但 又不是說 很特別 這個年代 都看慣 很多更厲害 都看慣 又不是說 好 但我是合格 給他 但是 你說 反過來 你說對那些人 那些人物 有沒有感情 我完全沒有 因為你亂到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物 尤其是男女主角 那份愛情 不知道是不是 什麼情 也好 因為後來的男主角 其實是 有一半是為了救女人的 那 其實 你說有沒有 他們有什麼感情線 完全沒有 是吧 完全都是朋友式 很清停點水 那女人對那個壞人 你也不會投入感情 沒有感情的 又是 那 最後 其實是他兩個兄弟 是吧 兩個男人的 友情 這一個是他真的想銷售 是友情 這個人 因為後來 後來 最後觀眾才知道 原來他這個人 就是 為他好犧牲 是吧 就是好兄弟 就是幫他這樣擋子彈 等等 又要走回來 過去 這樣 就是 承擔了這麼多事情 是吧 又不能說給他聽 那 他又說了另一個經驗概念 就是 ignorance is a bliss 是吧 他就是 你們這些人 但是無知對他來說 是一個 gift 無知 sale無知 是要那些人無知 所以我亦都說 這個概念 很極可能來自老子 那個漁民政策開始 是吧 現在西方的左翼 特別是Hollywood 根本是成一個大左翼 是吧 雖然這套戲 他不算是永遠 但是他也滲透了一些訊息出來 是吧 就是他們就是這樣喜歡 就是要你們無知 要你愚蠢 其實你看到以前那些 Hollywood電影也是 很愚蠢的 那些東西 所以這套就變成聰明了 這套是一套聰明的電影 但是聰明得來 我覺得就是 一來其實你 你又不是 那些東西都是作出來 我只是說我不信 我不信 你可以physically possible 可以時間 backward forward 同時進行 是吧 我一會兒會說一下 有什麼possibility 我覺得反而是 那 變成了 你又 所有東西都這麼急速的時候 我feel 只是 我自己就不一般 總之我看的時候 不會看到很緊張 嘩嘩聲 反而是有些眼分 看到 那 是 因為都是見慣的那些場面 是吧 爆炸也好 追車也好 有多精彩呢 對這個年代的人來說 對這個年代的人來說 那變成了 又飆落不到 因為當你不知道 他發生什麼的時候 你就不會 對那些人物 又很緊張 是吧 他又做不到 你的感情 真的投入了 那個主角那裡 那那個主角面對 生離死別 什麼危險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哭 跟著 這裡你完全沒有 你跟著他笑 你跟著他哭 你跟著他高興 那這個也是成功的 所以我自己 這套戲真的 不推薦他看的 除非你是對這些 時空交錯的人 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那我就建議 你都可以等他 去播放DVD 因為這套電影看 你真的一頭無水 你是要慢慢看 看多幾次 哦 原來那個時間 就是慢慢去理解 但我覺得 As an entertainment 你又不是真的 我就是不喜歡 我情願你不如 我就是想享受 你告訴我 當然你不要說 這麼白癡 但是 如果你要搞到這樣 就要做功課 做完research 才可以明白的 那就是 完全 not my type of 就是不是 my cup of tea 然後 最後我就覺得 他說 他用了2億 應該是 200 million 2億 他做過的電影之中 成本最高 但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 Inception 威很多 即是 成本應該貴很多 這套戲 我覺得 不是很多 很驚訝的 大場面 特技 都是一般打鬥片 我認為 加上 最重要的是 那個主角 是吧 你不能值錢 這套戲 省很多 有些失望 也覺得 又不是真的 那麼大場面 又不是看到我 嘩嘩聲 好像 Inception 反而 有些場面 整個天反轉 有些場面 會令我 嘩嘩聲 這套戲 又沒有 那究竟是 你說真的 感情 又不是 我又感覺不到 因為實態 太過 蜻蜓點水 所以 亦都沒有時間 發展過 任何感情線 最後就是 變成了 所以我 最後就 不是這麼推介 不過 依然是一套 那個劇本 當然是 一個genius 才想到 他是一個天才 但是 就是 我不喜歡 如果聽我再駕電線 我亦都講過 時間真實的概念 時間的概念 其實就是 一個 變動的測量 你要有東西 變動才會有時間 這個概念出現 就是 剛剛我上一秒 做了什麼 這一秒 又 動了來這裡 我的手這樣 這個 由這裡 就是 時間差 如果 假設整個宇宙 那個黑洞 是 無限大的 一個無限大 吸力的黑洞 將所有的物質 全部壓縮成一個點 所有 由空氣到物質 全部原子 壓縮成一個點 無限大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完全靜止 完全沒有任何變化 永恆地沒有任何變化 沒有任何動態 沒有任何動態 其實時間也不存在 沒有任何變化 你就沒有時間 如果是永恆地 所以這個概念 永遠是相對一些東西 你才會產生到 所以 我就是不相信 因為這樣 是很難的 所以 反而你說 精神上 因為 就算 你所說 愛因斯坦 你身體 要旅行 才有這樣的機會 是吧 才可以追回 但我覺得 只不過追回 光 就是視覺的問題 是吧 你可以看回 例如 第二星球射過來的 光 你現在看到的 已經是人 原來看到 幾億年前的東西 幾百億年前的東西 因為你們相差了幾百的光年 如果你是有超光速的物體 你就可以追回 這些 舊時的影像 但是 問題就是 我認為 就算是 也好 你一定是一些 精神上的東西 那我反而覺得 是有可能 即是你可能 精神上 跟古人接通 精神上 跟古人 甚至乎 跟未來人 同樣的事情 是吧 你古代人 即是你感應到 不同時空的人 全 即是那些EM waves 是吧 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而有可能 所以為什麼 也能解釋到 有些人 是有少少通靈的 是吧 即是有時候 他講一些未來的預測 他一定不會百分百 準確 是吧 今來沒有試過 但是 也有些人 是特別敏感的 但是 也有些人 對股市的東西 很敏感的 我知道 他對 一些古代的東西 對他覺得很fascinating 甚至乎 某些人物 好像感覺到 就是 好像 就是有這種通靈作用 是吧 即等於有些 問米婆 這件事 我絕對是保留一個 即是 和我tent to believe 是可以做到的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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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